上海警方今天发布了警情通报 3月22号晚 有关所谓上海马上奉承七天 全封四天等不实言论 在网上大量传播 严重的扰乱了社会秩序 经过警方的调查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 张某某男38岁 于某某男42岁 为博取眼球吸引关注 自行编造了上述信息 分别发布在同事群业主群内 造成大规模传播和恶劣影响 目前两人因为涉嫌故意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被警方立案侦查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